重陽節雖然下著無無西雨 但無了一班孝子言宣拜山祭祖 我們的記者在早上來到鑽石山墳場 沿路有不少市民拿著鮮花和祭品 有市民花了一千元左右購買祭祖用品 但就認為今年的價格比去年貴 都買了很多金銀衣紙、食物 大貴三、四百元左右購買衣紙、飯 買了一些我媽媽生前喜歡吃的東西 不過有經營四十多年的祭品商戶 就說生意比去年冷淡了 今天就沒有去年那麼忙 人們去了深圳多因為是三個假期 有沒有說今年可能成本會貴了 我的家價? 我的家價是貴了百分之十 但我也是做回去年 因為我在這裏都是做熟客的 價錢都按摩去年而已 我也是貴了百分之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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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貴了小人